他从60万到80万 到100万的工资 给你一个美人的不同 你想像2000年的时候 给这么多的钱 然后他给你实验室 给你配人 给你配专门的启动资金 你的钱是用不完吗 比如说你像他 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比如说吴建国 那吴建国就是 什么身份回来 是以国家结出青年回来了 那国家结出青年的钱 是多少呢 也是60万到80万 给你不等 然后也是给你 很多的启动资金 上百万的启动资金 包括还要给你房 给你家里的人 都要给你安排工作 一系列的优惠待遇 更重要的是 他有很大的权利 去招聘其他的实验室的人 他没有限制的 比如说你其他的大学 或者是研究所 你会有名额 说我这个傅教授要有多少 教授要有多少 要什么人 你要等着那个位置出来 但是国家重点实验室 就没有这些限制 你回来我就给你教授 我就直接给你研究员 你就直接可以招 多少研究生 博士生 所以它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权利 给这些科学家 让他们回来 所以为什么 这么多资深的科学家都回来 特别是男性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男性 他总就在中国 在美国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好的 主人帮的感觉 比如说他很难 就是有这么大 独立的实验室 有这么大的权利支配 有这么容易得到钱 一系列的 他回到中国 他就有地位 有金钱 有事业 全部都跟美国比 是更好 还有一个爱国 当然他会说你爱国 所以这些东西 就促使这些人 就回来 所以这个不同的时期 他就设立了 不同的这个项目 所以他是 最初是长年学者 然后是百人 百人之后 是非常成功的 后来就增加了千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这个千人 帮他回来 我们弯道超车 什么叫弯道超车 就是你要带回东西回来 不是说你回来 带个人回来 你一定要带技术回来 你回来 如果你没带东西回来 我这里讲一个 就是说在生物技术方面 带东西 真是太有意太多 你在美国 比如说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这个专利的话 你就是把这东西 带回来 没有人会知道的 怎么带呢 你就是一个信封 把你的生物技术的产品 往信封上 往这个信里边的 就是纸上一沾 我们所谓的沾 你都看不到了 回来之后一洗脱 把这个栽体洗脱下来 你就可以省几年的时间 你的上游的 就是生物分子 进行工程的工作 你就不要做了 那中国为什么 能做到弯道超车呢 就是做下游 他一下来 拿了这些东西 到中国之后 马上就做下游 所以就出来成果很快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说 他这个政策 这些项目 这些不同的名堂 包括后来的万人计划 都是不同时期 他针对要召回来 不同的人 带回技术一个措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